慶祝端午節 宜蘭市惡王社區特別舉辦了 最實際世之舊城失懷的全國詩人聯姻大會 來自全國三百多位詩人齊聚一堂 就連宜蘭市長江聰淵也失信大發 跟著迎唱一首養山詩院雕刻詩柳長城的作品 一起來聽看看 問菩薩 因何鬥責 奮重生 不輕回頭 雖然是兩句很好的詞彙 就有辦法發改說消費者 難得聽見市長江聰淵營師到底是什麼原因 引得他失信大發 原來是惡王社區為了慶祝端午節所舉辦的 碎死祭祀之舊城失懷全國詩人聯姻大會 來自全國營師創作愛好者 以免懷陽釋放以及藍城文化為題 來進行詩文的創作 社區這次基盤舊城失懷的活動是全國性的 還是社區第一次基盤全國性的活動 我們社區這幾年在藝術文化 這方面白宮這方面週末比較多 但是對漢娥施詞這方面有比較欠缺 所以說今年地方文化館楊四方紀念人員 特別來基盤這個活動 就是可以提振傳承漢血的詩詞 對於說這麼多全國的這個屬頂 這些詩人可以齊聚一堂 來用他們的智慧來傳承我們台灣的文化 這個活動 這個議案議案官是第一邊來基盤 讓我們這個詩人一個競賽的比賽的文化傳承 反而競賽又有意義 總之間都難用 真是溫定 亦是風 又睡 冰濃 又昏法 萬聖 待機 競尾風 祝天 燈飾 燕冰廟 心話 人心 無目瞪 古人經常是以詩會友 就會使以詩作對 而今日這種詩會的形式是越來越少見 宜蘭市擁有兩百年的歷史文化 透過這一次的盛會 讓各地的文人經由師父 記錄下藍城文化 並且能夠感受到宜蘭舊城的深厚文化底蘊 宜蘭新聞記者黃文淑採訪報導